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雨前同心 我是主持人張小婷 內建部推出了新住宅政策三隻劍 結果矮紅大撒幣 更多人想問問 那先前的劍到底設在哪裡 今天請到住商不動產犯人徐家欣 佳音姐來的現場 雅婷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林永昌一上台 馬上就端出這個蒜牛肉嗎 給大家 結果被罵到不行 因為如果以他的這個狀況來看 我們覺得可能不是新鮮的牛肉 是比較老 而且金還蠻多的牛肉 是 對那這一次的這個所謂住宅三件 他當然本意是很好啦 本意就是包括了所謂的 減輕民眾租屋的跟房貸的負擔 然後還有保障青年弱勢族群的居住權益 就是大家聽到的社會住宅嘛 然後包租貸管 那租屋跟這個房貸的話 就是租補貼 然後現在房貸也有補貼 所以這些事情以前 政府就有在做了 只是說他們 他們這一次又把它特別拿出來講 蠻特別的啦 第一件事情是在租屋補貼 跟這個房貸這件事情上 那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的 他這一次的規定 他這一次裡面的規定有 社會住宅 就是新鮮社會住宅 跟包租貸管 因為我們在過去 蔡總統上任的時候 他有說要20萬戶的住宅 看起來現在是沒有達標 大概是12萬戶左右 所以希望可以在比較積極的興建 那另外來說 在租金補貼的話 去年走了一個300億元的租金補貼的方案 那目標是50萬戶 但是只有達成27萬戶 所以這個新的租屋補貼 可能就比較像是延續 去年這個300億元的租金補貼 就繼續 是 然後第三個是購物協助 那購物協助 我們大家會覺得有點特別啦 就是他說這一次是因為疫情之後 然後還有稅額超收等等的原因 所以提供了這個 只有這目前看起來是一年的補助 那他是針對中產以下跟資用住 中產以下的資用住宅的貸款戶 有這個支持的方案 那我們來看他的這個方案裡面 大家會覺得說有一點特別的是 我們剛剛前面講 這個是剛剛社會住宅的狀況 就是未來應該就是 政府新建社會住宅 加上包租貸款的住宅 然後希望可以在113年達到20萬戶 有一點點的壓力 因為今年已經112年了 而且其實這個20萬戶 也不是今年才喊出來 是更早之前 那現在只是把它再拿出來再提一次 所以這就是大家我們會覺得其中一支劍就是蠻弱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把舊的事情再拿出來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300億的租金補貼的方案 他這次的租金補貼的規定非常的寬鬆 比如說他你隨到隨辦 然後你以前如果有申請過的 錢就直接匯到你的帳戶一套 不用再申請了 這麼方便 就超方便 但是這個事情讓我們覺得有一點問題 就是租任契約你不用房東身份證字號 那我怎麼想這是真正的租約還是假的租約 因為這是為了要讓很多的租客 他可能房東不願意讓他報 所以就是有這個設計 可是這個設計他就等於說 讓你的這個補貼補到水裡面去 因為雖然我拿到錢了 可是我勾計不出來房東的資料 那我以後怎麼瞌睡 所以這個事情是大家會覺得有一點 我們業界會覺得好像不應該是這個狀態 那另外來說的話是房屋範圍 就是換句話說住違建的人 或者是住一些頂家啦 增建啦隔間套房 因為過去沒有門牌 那你現在可以就是簽一個切結書 就可以申請了 那蠻寬鬆的 更寬鬆的還在後面 更寬鬆的是 你如果說是你合格的 你什麼時候申請 你從你的申請日開始補貼 因為我們中間不是會經過一個 可能申請的期間 對 要省合的期間 對 那他就是你比如一月申請 然後三月也通過 那中間一月二月都會補給你 那最後一個是因為民法 現在的那個成年人 他從二十歲下降到十八歲 所以十八歲以上就可以申請 那換句話說就是大學新鮮人 也可以申請 是 所以我們有同業就在 就是有一些社育運團體跟同業就說 這只要是有呼吸都可以申請 所以大家如果你現在是租屋主的話 是 就是可以有一些補貼 那回應到剛剛雅婷有提到的那個問題 會不會讓房租往上 就是居住成分往上走 會 因為很多的房東知道說 房客有領補貼囉 那他就會說 那就漲出金吧 或者是說 早期有一些房東還不錯啦 他就會說 那政府補貼你多少 你不要去申報 然後我扣給你 所以有這樣的房東 但是現在像這種狀態的話 有些房東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的話我就乾脆 就是漲一下房租好了 比如說我可能補貼零到五千塊 那我就漲你三千啊 很多耶 對 而且今年來說的話 主機總書也說CPI應該會大漲 所以CPI會大漲 特別租金的這一塊 那租金因為它是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它的這個影響會更大 那另外來說的話 這還不夠 大家不覺得好像 到底有多干扣 有點干扣之外 這個事情也很妙 這個事情呢 它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是買房子的人了 然後呢 它為了要減輕你的貸款負擔 它有一個定額補貼 那它現在的條件是 你的家庭的年收入 是120萬以下 然後呢 台北市貸款850萬 其他地區貸款700萬 你就可以領到一個 3萬塊錢的定額補貼 那就這一次 所以我們就說 那你3萬塊錢的補貼 有點奇怪啊 因為它的說法是說 因為去年升息 那我們回算一下 如果按照850萬 跟700萬的這個標準的話 你升息的這個幅度 大概差不多是0.625 那所以回應到 反 就我們反推到這兩個 就是金額的貸款 一個月大概是多3000多塊 那3萬塊錢好像補 差不多半個六七個月 就有一點點特別啦 我們不大知道 大傻比 是我們不大了解這個 這個補貼的 邏輯在哪裡 是比較遺憾的事情 以228為基準日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次 一次撥 一次3萬塊錢 好那它有一些條件啦 我覺得倒是可以 做一些參考的 一個是 你是自用住宅 名下只有一筆 然後名下只有一間房 然後就是說 110年的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的條件 就是家戶所得在120萬以內 原始核泰金額是850萬 那北市是總價1200萬 那其他縣市700 那總價在1000萬以下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的標準 有幾個特別之處 就是第一個 你在台北市哪裡買到1200萬的房子 有一點難度 其他縣市可能比較容易 那台北市的話確實很難 所以它內政部的時候也說 台北市大概可能可以補到4萬戶 左右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說 你名下只有一個 一間房 然後你是辦職業 其實有沒有有一種可能 就是假設 我今天有一間 雅庭今天有一間房子 然後你就是付了 你就剛好符合這個資格 可是你住在家裡頭 輸出給我之後呢 我就 就是 你就可以去申請那個3萬塊 我說 許阿欣你就不要簽戶口啊 我說好好好 我就申 就你就可以申請3萬塊 是 然後我再去申請租物補貼 兩個人都可以獲得補貼 對業界呢 大家現在看這些 大家現在看看這些都覺得比較特別 因為如果說按照這次的政府的這個規劃來說的話 租物補貼跟所謂購物補貼一個程度上面是你在打房之後 對 你又再來一個 那這不是蠻特別的嗎 或是有些朋友認為說 你這些補貼對於我根本買不起房的人 我完全沒有覺得說我好像有被幫助到 就很 大家會覺得說我完全買不起房 然後我還要去補貼那些買得起房的人 是不是有一點不正義的感覺 那雖然即便我領了補貼 可是租物補貼它的標準其實蠻高的 它的補貼的標準是家戶收入180萬以下 所以你看我家戶收入比較高 然後我去補那個已經租房子 然後我要去補那個已經買房子的人 所以大家會覺得在實際上面會有一點點心理上情緒的不平衡 所以喊著居住正義但是 嗯這個我們不好說 可是我們也必須要說 因為這是一個算是選舉前的過渡內閣 那林又昌部長也是衝衝上線了 是 所以他有他當初有一些想法 其實我們業界有在聽他的這個所謂論述 那這個論述裡頭其實需要時間 為什麼會說需要時間 他有提到一個所謂住宅公基金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方法有點像是學習新加坡的操作 那新加坡的操作就是說 我可能我從我的收入裡面定期提拨一筆錢 然後提拨了這筆錢之後呢 你透過比如說政府保障政府補貼 或是說保障利率 那一或者是說在投資 新加坡的做法是在投資 然後可以讓年輕人買到房子 那後來他發現說這樣好不大對勁 因為以新加坡的架構上面來看 因為他是整套都配好的 新加坡的提款的就是說 這個提拨的金額非常的高 將近最多可以到30%以上 然後僱主也要提拨20% 那這筆錢他也並不純粹是用在住宅使用上面 他就是你可以買房子 你也可以當做小孩教育基金 那也可以當做比如說退休的一些用途 那當然如果說你買房子的話 因為新加坡還搭配了房價相對比較便宜的住宅 所以年輕人是可以透過這個賬戶 存存存存到一個投機款 那真正拿到買房的夢想 我們認為住宅政策 或許政府可能要重新檢討的幾個部分 就是說不要再把所有的住宅都綁在一起 然後把自用投資社會福利全部都放在一起 那本來就很容易亂了套 來看一下他接下來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因為這次內政部他除了搭配住宅三件之外 那還搭配了我們上次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的 平均地權條例的修正案 所以是一整個搭配下來的 所謂的政策上的調整 那我們也必須要說 平均地權條例的影響可能會比較大 那搭配了住宅三件 有點像是把你還打一頓之後 再摸摸頭 所以這還是回歸到基本的市場上面的影響 就是各位如果在接下來的時間想要買房子的話 稍微注意一下 現在市場還是回歸到剛性自住的這個基本盤 然後城屋的買方可能會比預售的來得多 因為預售的風險性會逐漸的提高 然後第二個來說的話就是 因為它有限制到一些司法人的購物 所以商用會比住宅來得活弱一些 然後有一些購買的 就是購買不動產的規劃的買盤 它會從蛋白轉回蛋黃 因為蛋黃會比較穩定 我們現在在住宅市場上面也看到很多買方 他本來覺得說 好像買外圍的存化區不錯 可是現在發現外圍存化區風險比較大 所以就回來 所以這一波的買盤回籠的效應非常的明顯 我覺得可以提醒大家 然後就是因為政策上面就是有一點搖擺 所以民眾會有觀望心態 那這個也會讓我們的都更跟微老的速度漸漸的放緩 我覺得這個會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有很多朋友就說他要買準都更宅 然後就會說你覺得花這個 因為通常準都更宅都會比一般貴 然後物況又很不好 對 因為他告訴你說 你買的就是希望 只要他一都更了你馬上就房價 房價翻三倍 那你後來就翻 那你不知道要等幾年 是 所以這種產品的話 因為未來都更跟微老的速度可能會放壞 所以我們還是會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他已經在走了 那當然很OK 可是如果說他還是在等 那你最好保守一點 因為畢竟你要可以居住到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品質 這才是你買房子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好 這過去這兩年都更算是又比較快嗎 有 因為其實因為加上了微老 所以都更加上微老 那微老因為他不需要很多的 就是所有就是他不需要很多的 就是這個大的區塊範圍的住戶的統一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個案他可能比如說山洞 旁邊有一戶住家不願意同意 那他們就乾脆其他兩個 就是可能這兩棟同意的就自己辦了 那速度很快 所以在速度上面來說是快很多的 那只是說因為現在我們剛才前面一直在講的 供料往上走啦 然後再加上整體的事況可能不是那麼理想 廠建商推的時候也會比較保守 所以都更的速度會放緩 那再加上政府一直要做一些打放 所以可能也要注意的就是 短時間之內的亂象一定會非常的明顯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可能要買房子的話 還是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們也會提醒一下就是 如果說你是個類型的客戶的話 比如說手購 你就手購比較可能就會出價 積極的亂出價 積極的亂出價 隨便出 但是我們會提醒 手購其實你在這個時間點有很好的移價空間 因為房仲會願意幫你移價 不會被白眼嗎 因為房仲可能很久都沒有人來了 所以如果說以這種事況來說的話 我們會建議 大膽 大膽的手購客 礦物客 你都大膽的出價 然後用銀行的建價去出 我最近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如果說要買房子 所以他們說你問一下銀行願意放多少錢 然後建價多少 甚至於這個社區可能很久沒有成交 那沒有成交你就不容易知道最新 大家對於價格上面的觀感 直接請銀行建價 是 然後往下出 那你也不要往下出對折 人家不會賣 打個幾折呢 大概可能打個九折 九五折 那你也可以試探一下房仲的口風 你也是要有點誠意啦 對 就太離譜了 人家真的不大心 就反正銀行建價跟私價登陸 哪一個比較低就有哪個當作基準 在市場上面比較屬於空投的時候 會比較有幫助 那如果說是你要投資者的話 我們其實很衷心的建議你 回房蛋黃 因為蛋黃來說 你的風險會比較低一些 那如果說你是投資報酬率型的投資客 我們會建議你 你還是要往這種所謂的 每個月有定期現金流的產品 它會對你來說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買的是 比如說店面 或者是這種套房 那種我們這樣講 隔間套房 我會拜託你 你要注意一下這個合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合約 會給你打個折扣 就是說比如說可能 12個月的租金 結果不是收12個月 我們坊間有聽過有收10個月租金的 給人家兩個月的遊客 那這樣子你可能實際收到租金 就沒有那麼多了 那最後的話就是賣方的態度 賣方的態度的話 因為利率還是屬於低檔 雖然有升息的壓力 可是很多的賣方 因為要取得很早 所以它寧願就是小小幅度的調整 那這個期間會是相對比較久一些些了 好 那這個賣方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如果你是很多年前買的 所以你當然空間你就算這樣 還是有賺嗎 對 但是就是有很多的賣方 都會希望自己賺在最高點 是沒錯 所以就要看這個時候 誰比較不急 是 然後誰比較不求 我們常常會跟很多的買方說 你如果不求 其實你就是最大的 是 那你只要不求 你就有機會可以買到更好的房子 好那長期部分的影響 長期部分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對產業影響比較大啦 就是以後會自用為主 然後供需會比較冷 交易時間會比較長 那建商大概就是走大折很大的路線 所以如果各位 未來再跟建商溢價 他還活下來的話 那比較不好溢價 因為他實力都很強 所以我們之前有提醒大家 一按建商切記要小心 因為有可能蓋不完就倒了 那我們也怕代銷也怕 所以代銷以後可能 城污跟結構體出現了之後 他們才會想要去接案 這個我們也會提醒消費者 如果說我們在過去 無論是對不動產的投資 或者是自用 我們會有一些 大家可能這十幾年下來 因為房價都沒跌過 對 的一種自己養出來的邏輯 可是接下來真的是 進入空投市場之後 大家要小心一點 過去大家常聽到這投資客 哇手上好多間喔 然後呢流動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這個錢就一路堆疊上去 房價也就這麼漲上去了 所以在今年佳穎姐提到 大家看起來整體 研判應該是個空投市場 買方市場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 真的可以好好參考一下 並且剛才提到 勇敢大膽的溢價 今天謝謝佳穎姐來上節目的同學 謝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的工商服務時間 請大家恭喜 看看 他是澎湖浮澎 恭喜來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是那一半的? 我當然會做了